高龄者与一般民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身体机能的退化 使得生活中的不便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因此如何营造一个没有隔阂的公共空间 使高龄者能够安心快乐地生活在城市中 花莲县政府11号下午召开幸福高龄城市规划研讨会 希望能够讨论出适合长者居住的空间 如何对无障碍公共空间进行研究了解规划 因此透过长期照顾推动小组的成立 不仅可以更完善建立健康城市高龄友善城市的推动 并且期望透过无障碍公共空间的规划 让更多高龄者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居以及快乐 过去都认为说城市规划是通用设计 通用设计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用 一般人可以用并不是表示长者可以用 年轻人可以用 所以我做的规划其实越来越多远 包含长者的 包含小孩的 包含妇女的 还包含妇女带小孩 该怎么在这个城市空间中生活 那也都在科技部有些研究计划慢慢产出 所以高龄城市是一个部位 未来可能它有更多远的 可以吸引大家来这个城市生活 花蓮县在109年获得高龄友善城市创新奖的殊荣 县长徐正伟表示 发展高龄友善住宅社区规划 回应高龄者的需求 兼顾高龄者的身心健康 是今天讲座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已经到18%了 比如说100%有18个长者了 所以是一个道金字塔的状况之下 我们如何来在这个花蓮 如何因应未来 以及现在的高龄城市 那如何让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爸爸妈妈 能够更舒适更安全地生活在花蓮县 所以在这里我们请李嘉宏博士来为我们 为你们这个当然分享他的看见 然后也分享他的专业 那也可以让花蓮县在我们未来政策的推动里面 还有我们自己要改善自己的居家环境 让他更友善高龄长者 我们要如何做 那有哪一些的法规 我们必须要注意 此外社区关怀据点的执行 居家无障碍环境的改善服务 特别照顾津贴 甚至是高龄长者生活状况 以及福利需求的调查报告 花蓮县政府不仅提升 改善高龄者居住环境的品质 同时也注重关怀他们的身心健康 花蓮可以说是友善高龄城市的模范 记者林杰花龄市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